第十集 人为什么会打哈欠 打哈欠实际上是一种深呼吸 当工作或学习的时间长了 身体里的二氧化碳就会增多 氧气也会不够用 你就会觉得又困又累 这时大脑就发出命令 让你打个哈欠吸进好多氧气 因此打过哈欠后 身体就会觉得轻松多了 总之 打哈欠是人体的一种本能反应 它像心跳呼吸一样 不受人的意志所控制 它对保护脑细胞增加脑细胞的供养 提高人体的应激能力 就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而且你们有没有注意过 当我们打哈欠的时候 往往就听不清别人说话了 原来在人的咽喉部有一条小管 叫烟骨管 烟骨管与中耳和烟枪连接 它能保持中耳的空气压力 与外界空气压力平衡 当然打哈欠时是先深吸气 然后猛烈地呼气 此时中耳内气流会发生强烈的变化 使耳膜变形不能正常震动 因此烟骨管失去了平衡作用 所以就听不清声音了 了解 字幕 李宗盛